这名刘姓校长今年6月时被之前的学生出面指控 30年来对多名国小女学生伸出狼爪性骚扰 刘姓校长因此被县府教育处停职调查 调查期间还涉嫌打听投诉人的身份 并一次多次打电话骚扰联系被害女学生 影响学校作业 9月时被监察院纠举跟重话指责刘姓校长 严重漠视南投县政府禁令 已请教育部部长依法处理 南投地检也介入调查将刘姓校长居提到案 检警约谈多名被害人他们大多都有举证 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地检依法向法院申请积压 法院也裁定积压禁件最快下个月就会依法起诉 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听到刘姓校长被积压禁件 都说是迟来的正义更希望进入审判后 司法可以帮受害者讨回公道 华氏新闻什么杨总颖周大祥南投报道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